这不是个危言耸听的新闻 但是知道了好像也蛮不开心的 不过我们还是很爱这个玩具公司 是乐高 乐高一片一片 你都知道我在说什么积木 那他们要多久才能够被分解呢 他们是不能被生物分解的 可是你知道塑胶经过很长时间 大概还是可以分解 我就直接讲答案吧 1300年 Oh my god 好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所以看一下这个标题 Lego bricks could linger up to 1300 years in the ocean 这个linger的意思就是在那边晃着 我对这个词很有印象 我以前曾经介绍过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大学附近有这么一家电动玩具店 里面就快打旋风什么之类的 我就会去那边看人家打 可是我没钱 我就只有看人家打 里面的店员看到我就很不开心 因为我都不是来花钱的 我就在那里免费吹冷气 OK 所以他就有 他有一个sign在墙上 sign上面讲的是 别在这里闲晃 你要你就玩 你不玩你就别在这里闲晃 所以他用的字是 no loitering 甚至不是这个字 可是对我来说 linger跟loiter还是有那么一点相像的地方 loiter就是在这里闲晃着 linger呢是滞留不走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讲 linger这个字用在什么地方 用在例如说你咳嗽 感冒好了 或者你covid好了 可是你现在有了长covid 应该听过这个词吧 longcovid 也就是说你可能持续的感到喉咙不舒服 或者之类的 或者咳嗽还是持续的咳了一个多月两个月 so you have lingering cough OK linger这个字 大概就这样滞留的概念 OK 好所以这个Lego的bricks 所以他直接叫他砖头brick这个字 虽然他是小小的 他会linger 多久呢 up to 1300 years 所以这个不是linger up 这不是个片语 是up to时间多少 就久达多久这样子 OK 好所以他们做了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就让我们理解到 这些塑胶会留多久 所以这个shed light on something 这个片语值得看一下 something sheds light on something else 所以就是前者 仿佛是在后者身上照了个光 让我们看得清楚 OK 看他看得清楚 所以这用shine这个字我也看过 shine light on something 我很常看到就是shed OK 不是shed OK shed shed so the study sheds light on just how long certain types of plastic can live on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所以这边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他们让我们了解到how long 多久 某些种类的塑胶 能够live on 所以这不是live on in 三个字和在一起一个片语 不是的 live on是一个片语 也就是活下去不断掉 OK 所以这些塑胶能够live on多久 在海洋环境里 所以后面 in后面接的是这个in the environment 加个marine就是海洋 这样子 OK 所以这是一些 反正我们讲英文 所以英文教学的部分 大概在这里 我们就往下看 那他这里的做法是说 他们去收集到一些 海就是飘到海岸边 在海滩上的一些乐高 然后再去跟新的做比对 那做比对之下 他们就可以比出说 这些海里面收集来乐高 大概被磨损了多少 你就可以算得出一个新的乐高 总共能够在海里撑多久 用这样比较的方式来得到这个答案 所以我们来读一下这里说什么 so by pairing those items with unweathered sets purchased in the seventies and eighties researchers were able to identify levels of wear and as a result how long the pieces might continue to endure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所以跟那些没有被风吹雨打过的那些 pieces 同样也是在70年80年买的 的时候的 他会这样一比较之 这样wear and tear了多久 所以有个词叫做wear and tear 有时候我们很常看到一个字 ok 也就是一个东西的磨损度耗损度这样子 然后用了一个没有耗损过的 这边用了一个unweather这个字 用了非常的精巧 weather这个字本来气候 加个ed就是经过了风吹雨打 所以没有经过风吹雨打 新的我们就可以说这个是unweathered 很有趣很生动的一个字 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公司也试着用一些比较好的材质 比较能够分解的 可是说了半天还是没办法 所以他本来要用sugar cane sugar cane是甘蔗 甘蔗里面的一些什么成分来做出来 可是很不幸的是they are not biodegradable 所以biodegradable就是可以生物分解的 所以很遗憾的是好像很难找出材料来取代塑胶 说实在的 ok 然后我们再来看 就是他还是有可能 就是这些热膏会变成微塑胶 所以这个microplastics也是最近蛮常看到一个字 我们好像前一天做过一集微波炉的 所以你微波东西上面就一定会有microplastics 所以总之即便他写着可微波塑胶东西可微波 你也最好是不要 因为他可能就是会释放出microplastics and it's harmful to the body supposedly or you know you can presume that it's harmful to the body ok 来 还有 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文法剧 我们就特别来看一下 它这个结构叫做 前面是否定的 不是什么什么 而是什么什么 它是这样的一个语意 so it isn't so much something something as it is something something 这样子ok 所以并不是什么什么 而是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把这句读一下给你听 so the study 因为他们是这样做了一个研究 那这个研究是为了要 是为了证实什么什么来做吗 不是 这个研究其实是为了做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研究并不是在 就是指责乐高 说你妈那不环保 这个研究的目的不是指责乐高不环保 而是想要找出 想要理解出什么样的塑胶 会能够在海洋的世界里 海洋的环境中 就是不会分解 然后会永远的 很长一段时间的危害人间 这样子ok 所以不是来point fingers 我们讲说point finger的意思就是 拿手指指人家指控人家 所以这个研究不是在指控乐高 而是希望能够了解塑胶 对于海洋生态的影响 ok 所以把这句读一次 the study isn't so much about pointing an accusing finger at Lego as it is about understanding just how long certain types of plastic can persist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这样子ok 所以它的结构是 isn什么什么as it is什么什么这样子 应该有个so isn so什么什么 而且这个结构并不见得一定是B动词 只是这边正好就 而且我很常听到也是B动词的句子 so I'm not so much什么什么as I am什么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个句子 我觉得我似乎没有在台湾任何的文法书上看过这个句子 说真的 可是我在英文的世界中其实是看得到的 好是看得到的 好 那这刚这句 然后我们再多讲一个词好了 就interlock 因为乐高就是你知道可以组在一起吗 那种玩具对不对 所以Legobricks the interlocking plastic toys ok 所以interlock是什么意思 就是互锁的概念 所以我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个概念就是interlock 那你说乐高是不是这样拼 yes 那你说我的手指头这样子能不能叫interlock 也ok 甚至可以叫interlace 所以interlock这个字还蛮有趣的 所以很多人在铺自己家的车道或什么之类的 就用就买一些砖头 然后来用这种interlock的方式 来让它不会散掉或什么的这样 好所以Legobricks 小朋友都有玩 他们会interlock在一起 好啦 所以那乐高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大家还是很喜欢这个玩具 我小时候是 我小时候很喜欢去幼稚园玩乐高 因为家里没有 就是觉得太贵吧 所以小时候都只有 到了幼稚园才可以开心的玩玩乐高 然后回家的时候都会很舍不得 也做了一个乱七八糟东西出来 也不能带回家 隔一天当然回来的时候 一定是被其他小朋友拆分掉了这样子 所以就会觉得 我昨天的家座就不见了这样 好想起这些童年回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